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事有些网友就跟我反映过 我说这些事我会跟你说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 尤其是有很多类的 已经有二三百人了 少过三百人了 你有些女粉丝 搞清楚是你的女粉丝 不是我的女粉丝 有要求私底下在Facebook 发个留言给我 我说可不可以叫肥仔转颜色衣服 不要常常是蓝色衣服 每天都以为她穿出来 这个节目好像一万六六 被人感觉到好像不得专业 我说行了 我说她不专业 她是业余 所以我会提醒她 好了 今天也有很多东西说 其实我有点路向 在路向那里转了 大家发不发觉 我之前有很多技术型 慢慢变阵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太多技术 当然技术先走 其他那些就次要 但也会开始慢慢满满满 说一下其他题外话 另外礼拜二的节目 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强迫肥仔 在礼拜二开一个 筹备当中叫做 《铁拳无敌》 其实这个名字 我觉得很噁心 很噁心 我觉得斌哥说的名字很噁心 《铁拳无敌》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说其权 我知道 无敌 叫做肥权无敌 肥权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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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找一个其权师 高手 我认识了二十多年的 专做其权 专科合逊的老友 教他 私人教授 我其权我就不是我强行 对不起了 我教不了他 会给他一些策略 筹备当中 希望成刀 成刑 希望肥仔 那些吸收能力强 也很强 可以多一些不同的话题 在我们MIHK财经台里面 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多人说其权 但其实很多人都是在炒股票 股票里面 其实股票其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我知道肥仔已经到了 所以我认识了阿斌哥 还有很多昨天 这个客席嘉宾阿土豪 就买了一些其权 阿斌哥今天早上 就兑了一些痕子其权 又赢了钱 现在两个都已经上了头 已经做了其权专家 不过是不正统的 我都会很正气地 介绍一些师傅给他 让你学一下 记住 大家也是 听完学了就算了 自己修痕 输了你不要斩他肥仔 他很年轻的 他还要追求女孩 对我也青春 好了 言归正传 这个星期其实有些什么特别 这个星期 没看过新闻 没看过新闻 这个星期当然很特别 不是 他就好像说 加了一个修士时段 修士 那个厉害的修士 听说当时有人在汇丰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段哭 我当时还没有被捕头 还有一个综合三 其实我不是想说这件事 因为U盘这件事就是 外资行很欢迎的 因为他们的交易很大 希望收市价有些代表性 这次和上一次不同 这次又会加了小股 不受它玩 那会不会有助我们做技术分析 因为收市价更准确 当然是 其实他希望未做完那些盘 可以在收市之后 可以在竞价里大家完成 其实技术上不是很重要 对于我来说 也不是太过 以我认知也不是太过关键 因为我不是一个股票 交易得很厉害的人 还有我 我把股票的策略就是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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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也不是太过关键的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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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摆到其中当然大趋势改变你要走 第一个必须要 第二就是那个行业改变了 那个大趋势也要走 最后一间公司 万一管理层有什么出事 因为似乎公司都是人去控制 人大改造或者各样各样 你就要考虑走 所以我才觉得买股票是赢到钱的 就是价值投资法 买了就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 接下来股票是否还要上升 因为最近期股票还是继续上升 上星上星上星也说了 道指又破了18000 收穿18000点 我也觉得从形态上 2万点的只可待 其实应该是高一点的 第二个就是港股 港股又是拔了上去 基本上两集前也说过 你自己抽节目的时候 也说过 包括我们在网页里面 也说过 股票的上升趋势 应该是开始了 有一件事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关于 隔不中一天半天出赤黑棍 你说会不会超买 然后有很多朋友 有问题就说 喂正在升了 现在买不买 不是 RSI很高 又是讲RSI问题 很高啊 超买 超买就出赤黑棍 糟了会不会转弯啊 有几个朋友看到我都问同一问题 我今集就拿了我们其中一个资深会员 Howard Wong 在我们FDA的网站就会看到他的文章 我今天会第二节讲一下他那种 叫做BRSI的模特 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一个挺不错的 不是发明的 其实这件事 我都明白的 都知道的 只不过 用一种 挺显钱通息的方法 告诉大家 为何超买是不可信 超买是不可信 应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最后一节 希望 在今次上升趋势里面 就拿一些股票出来 形态英俊 或者符合了刚才BRSI的条件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开始 今天是第一节 股市继续好 今天是27号 欧洲刚刚开 欧洲三大股市都 还是停售 还是正在升 唯独是全球 今天是唯一一种不好的 谁知道吗 恒子 不是恒子 恒子是上证 上证 今天出了一些阴族 唯独是上证不行的 其他都不是太差的 现在到了欧洲时段 欧洲股票仍然在升 现在差不多到五点半六点了 美国昨晚出了数据 昨晚出了一个数据 是什么数据 大家知道吗 New Home Sales 新建房屋销售 新建房屋销售 其实在一个经济的 基础分析 就是基体基本因素 其实有几个数据 会走得比其他人的 其中一个就是New Home Sales New Home Sales 其实一家屋里面 包含了四十几个行业 起码 里面有整傢俱 各种各样的 原材料 其实这个除此之外 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新建房屋销售上升 以及一个上升趋势 意味着人的入息高了 对不对 意味着有信心买 有能力 就是对将来是有信心的 就是你对将来有信心 连一家屋你都敢买 那你其他消费品 一样是会敢买的 高杠杆产品 这个是另一回事 所以以前防利美防态美 爆了就因为太高杠杆 就是借太多钱给你 爆了一个低之后 当然美国经历了 差不多十年的优养生息 它有一个自我修补机制 我觉得全球没有国家 能够可以比美 美国的世界第一是没得说的 除了它枪枝氾滥之外 其实其他很多方面 都真的没有凌鸡于人 那New Home Sales就上升了 New Home Sales上升了 其实很配合的 当然非农就业也是上升了 新增职位非农就业 失业率下跌了 那这个数据引致到 其实美股前来也有点回肚 昨天也咬回来 那未来大数据的 就会去到下个月的 下个月的星期五 就是最新的一个 浪费费务 那浪费费务我估计 都是跟上个月相亦差不多 因为这个上升趋势 看来上个月会继续的 还有我又很懒惰 我先请大家做一个关于 叫做 Jobless Claim 就是每个星期四 就会出一个叫做 失业 Jobless Claim 就是失业 救济金 领取失业 新增领取失业救济金数据 那这个应该是跟 浪费费务 应该是有一个关系 有一个correlation 看看那个关系是否 就是同步还是 大家是重复的 从而希望预测到 这个飞龙数字 那个浪费费务的数字 看看好不好 那就下个星期 看下个星期 做一点点功课 给大家看看 就刚才New Home Sales 那里我准备了一个 PowerPoint 或者去电脑 这个就是昨天公布了 一个新增数字 那就是去到 592,000 那挺理想的 我读一下资料给大家看 Sales of New Single Family Ho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降低3.5% 在6月份里面 差不多60万间 是最高 自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2月是最高的 比预期56万为高 这个网站 大家 这个网站我找到很多资料 我值得很推崇给大家 就是叫做 tradingeconomics.com 这个网站里面 基本上有美国很多年的数据 我很多数据都在里面找 其实这些资料 如果你做基础分析的朋友 这个简直是补负 所以我也很喜欢 也推荐给大家 在New Home Sales 大家看到这个吹石头 很英俊 大家看到在2015年10月 New Home Sales 去年10月慢慢升 到2016第一季度就平稳 但也赔回高水平 接着第4、5、6月就慢慢地爆上去 其实很明显都是一个上升趋势 所以这个上升趋势 所以这个上升趋势 这些是好东西 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而错 确实是有数据证明到 它正在改善 第二就是昨天公布的数据 当然今个星期的焦点 未来最关键的就是 今晚美国议息 今晚美国议息 今晚香港时间2点 美国议息 我想问一下 加不加 当然不加 你看看美国的10年期债券 那个Yield 都是 在1点多 都是不移动的 意味着 对不起 加息机会 今次没有机会 大家都是吹12月 息部以待 美国又不加息 接着下一单有什么 什么日本加放水 没错 可以回来了 接着是星期五 星期五是BioJ开会 BioJ一年两天开会 星期五又会决定 其实今天上周 特别加了一项上去 我们最喜欢的那只 美月不得日元 冲了上去一年六 大家知道昨天是记得 1040多而已 白皮仔 所以呢 说到这件事 我要再说一说 BioJ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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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10 这一阵是107的 就有技术分析机一公 那些人跟我说 经济数据 经济数据怎样告诉人家 这些单元在107要停 107就实停了 停完之后 你知道1019几那里差不多六百点 那里绿皮几个东西 很吸引的 你猜结果我没有平 没 没错 因为我都没有动 我是不平 我明知道它到定录回来 我都不平 跌到某一年时 其实我的心很伤 哇 那里有三匹多东西 我差不多整个星期没有开过MT4 三匹多 如果不慢慢做占录的话 因为我设计不需要 因为我很希望 他人去到126的时候 我拿着给人看 10192 你看到现在 目标不是126是147 不是我只是10126纯的顶 去到我先吧 你不要这么贪心 所以就为了这种耗性的心态 就死和它捏到它爆 但是昨天也想着跌得多低呢 那其实呢 那去到电视图先看看日圆图 说到日圆就应该是看日圆图 好了 转回来 不好意思 去到日圆图 为什么是107 不好意思 我先把电视图拆掉 那多了日圆图放大一点 其实107很简单 这个箱底 一量 其实是106 1058 是106 大家记得 在我教室里面说过 无数次 如果箱底是鸳鸯脚 通常 目标是调一调 有啊 昨天也说了 又说了 第二点就是最终的目标 所以这个箱底 这个底就是99.99多 这里是102.2 所以目标就是107 其实107 如果有划 会用阻力线的朋友 这一点再加上这一点 你拉长一点就是107 就是说阻力线再加这里 那就相同夹击 这条线我差不多一个月前划了 没错 所以就是107的目标 那就难道你不信 对不对 那刚才 刚才上午 上午夹了一夜上去 就是今天那条线 就是顶不信 就是106.25 但是你问我 昨天杀资金的阴烛下来 然后撞到一条保力加 又看到撞到一条 Borninger Bank的中线 碰一碰 又回头 那这个10底 昨天的DL104 也是这一堆的底 各位朋友 这两支棍就是Yen DL爆了上来 这两天的DL和开始收市 就是现在我手指圈一圈 走一走走一走 那这个都是104 来的 这个是103 89 90 所以昨天DL都没有插穿的 撑得住 亦都加上是Borninger Bank 跟着的中线 那今天就一夜爆上去 那今早其实就是安倍 当然是说安倍 安倍会很大机会 就下个星期二 8月2日 就内国同意 推出新一轮的轰炸息 265 billion US dollar 就是多少亿美金 都不认识多少单位 如果我特意用美金 或者用日元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还不认识多几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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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说美金算了 265 billion US dollar 这个应该很大机会 明天会 在星期五会公布 就是在BOJ会议里面 就是完了之后 这件事 达拉英突然间 在今早一开完之后 就在104百多 就这样抽上去 升了200点 现在回一回105百多 如果这件事是属实 就做一下三盘推演 如果这件事是属实 我希望 我希望之后 这个原计大家 打一套阳 rules 只要明天下来 嘩拉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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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ge 还有做到半部 wraps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啉只要炎了 低窟 del van低窟 低窟 低窟 zodiac 还是平靈窟 率率倒出现了 不过我就不会用头肩底 就是有少少跟你有少少分别 我就不会用头肩底的插一下 我反而用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通道突破 其实用这个通道突破更好 如果真的升穿了的话 我不会给它一个名句 因为右肩太不靓 因为左肩 如果刚才跟肥仔 左肩跟头那么远 但是右肩跟头又那么近 这些不靓 通常头肩底都挺对称的 所以我就宁愿用一个通道 突破通道 升多高 这个形态就已经交到功课了 这里你自己立刻数一数 一格两格 就升穿这里 一格两格 就是说去到这个水平 会去到114 就是纯粹通道突破就看114 那就打打赢 明天如果这件事一爆出来 真的是真实实的话 根本上明天如果出了羊粥 打赢明天出了羊粥 那我就可以叫大家 在Facebook post出来 麻烦微仔 叫大家可以继续跟进 继续加注 OK 好 休息一会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笋字 香港人对笋字情有独钟 好像笋盘笋野超笋价那样 估不到日本台湾都是这么喜欢这个笋字 他们近年还情迷绿筍 贪这种绿色食材 清甜爽脆 和食法千变万化 例如有冷笋沙拉 绿筍炒肉丝 咸蛋炒绿筍 说到笋野又怎样少得 晋升今次为大家带来超笋的台湾特优级去学绿筍呢 台湾直送真空包装即开即食 想知道晋升绿筍对底有多笋 快点上来MIHK网店订购啦